那弟兄姐妹上帝的话 正是充满的 特别的 特别的美好 特别美好 我们一定要渴慕他 圣经到处都告诉我们 神的话安定在天 他为什么把这一本圣经给我们呢 因为他太爱我们 他期待借着这种圣经 来表达他对我们的爱 他是怎么做事情的 我们的神是怎样的一位 弟兄姐妹真的 很不容易 因为神是看不见的 看不见的 所以他就透过这一本书 让我们能够感受到他的同在 那弟兄姐妹 感谢上帝的恩典 我这个礼拜 我想要跟你们讲到 整个罗马书最高的一点 那之后我会再跟你们分享 至少再分享两次 怎么样运用在我们生活的里面 可是你一定要看见 那个最高的那个点 你下面的你就不会弄错 所以不管你能够 今天能够领受多少 你就祈求上帝 让我能够进入你的启示的里面 弟兄姐妹 神的话 尝阔高深 你可以从很浅的一面 来了解 你也可以更深的来进入 弟兄姐妹 所以需要圣灵帮助我们 来启示在我们的身上 我定的这个题目 永不放弃 我的同工 就说 就这样 都好 我们人生 就是很多的困难 所以我们永远不要放弃 我只要靠上帝就可以 我说 对不起 我不是讲人 我是讲上帝 对我们的爱 永不放弃 原来上帝 老早对我们 有个美好的计划 你晓得吗 你要知道 我们的状况 是落落到什么样的地步吗 弟兄姐妹 感谢神 当我读 把罗马书读到最后 已经十五章了 十六章就结束 十六章基本上 都是一个问安 就是保罗 对罗马的教会的 那些弟兄姐妹的 一些问安 所以其实十五章 就是一个结束 在结束的时候 他忽然间讲了一句话 就是今天 你在上面看见 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 但愿死人 有盼望的神 因信将诸般的喜乐 平安 充满你们的心 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 大有盼望 使人有盼望的神 相对来讲 因为人 堕落在一个 非常无望的状况的里面 弟兄姐妹 我忽然间 有一个了解 他赞成了 他赞成 他也不行 不得不表达一下 弟兄姐妹 感谢神 我今天 我们要从 罗马书来看 这个使人有盼望神 他到底告诉我们什么 弟兄姐妹 他就是告诉我们 有一个大好的消息 叫做福音 其实整个新约的书信里面 充满着 充满着 这个福音 充满着福音 特别新约 到处都是充满着福音 27卷 新约的27卷书里面 有20卷 都讲到这个福音 这个字 这个词 都出现 弟兄姐妹 上个礼拜 Wincent 在这边跟我们讲 他说 保血很重要 因为他说 我发现 圣经到处都充满着 保血 充满着 这个血 他说 因为很重要 所以 圣经到处都有 那弟兄姐妹 同样 福音 跟你我有关系 是上帝 要对你讲的 好消息 所以到处 都有福音 所以福音重不重要 太重要 那弟兄姐妹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福音 罗马书 第一句话 第一句话 就讲到 这个 神的福音 耶稣基督的仆人 保罗奉召为使徒 特派传什么呢 传神的福音 所以敬爱的弟兄姐妹 什么是福音 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 我们到底传什么 就是传耶稣基督的福音 就是传神的福音 是不是 但是我们有一个想法 到底福音的范围是多大 福音到底 是谁需要福音 是不是那些 还没有信耶稣的人 需要福音 当然 还没有信耶稣的人 需要福音 亲爱的弟兄姐妹 可是你读 你读罗马书 你就知道 其实 他所讲的东西 都不是出信的人 都是对着基督徒讲的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福音绝对不是指于 刚刚信耶稣的那一段 信耶稣就罪得赦免 然后就不会下地狱了 我们就OK了 弟兄姐妹不是只有这么简单 弟兄姐妹 因为我们不太了解 到底我们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们有什么问题 我们的问题有多严重 你如果晓得 罪所带给我们的影响 有多严重 你才会知道 这个福音有多么伟大 阿们 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今天呢 我们就要从这里来开始 弟兄姐妹福音 是代表着讲到神 上帝跟我们中间的关系 我们跟人的关系 这个层面是全面性的 不是刚刚信耶稣的 那一个起初的那个阶段 是全面性的 所以弟兄姐妹 这个福音触及到 基督徒生活当中的 每一个层面 包括在我们生活里面 的每一件事情 所以没有得救的人 需要福音 当然是需要福音 我们信耶稣的人呢 也一样需要福音 而且要一直需要福音 今天需要福音 明天需要福音 永永远远 我们都需要福音 我们需要这个福音 福音的另外一个意思 Gospel 另外一个意思就是Good news 这是好消息 弟兄姐妹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需要好消息 太需要 刚才我们弟兄讲了 哇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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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什么 哇 这个疫情 哇 要怎么办 这个车窗摇下来 会不会 会不会这个病毒就跑进来 感谢主 直到如今 以后我要都帮助你 都很平安 很平安 哇 弟兄姐妹 如果有人 如果他知道 上帝说 这个 白日的飞溅 不会临到你身上 那这个是不是一个 黑夜的瘟疫 也不会临到你身上 弟兄姐妹 这是不是 这段时间 特别需要的福音 阿们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看见 每一个时段 我们都需要 有好的消息 弟兄姐妹 我是一个传道人 我需要好消息呢 我当然需要好消息 我要领受这个好消息 所以我才有东西 可以讲给你们听 不然你们来 最冲啥 是不是 当然就是要听好消息 不是听坏消息 要听好消息 跟你讲 今天牧师要讲好消息 跟你听 在家庭里面 夫妻的关系 亲子的关系 婆媳的关系 需不需要有好消息 需要 不然的话 我们就一直搅在 那个里面 当然在职场里面 更不用讲了 弟兄姐妹 感谢主 上帝要 借着这一个福音 让我们在每一个方面 都能够兴盛 还要再兴盛 所以弟兄姐妹 感谢主的恩典 当保罗一直讲 讲到最后的时候 罗马书他讲到最后的时候 他就回头讲到一件事情 他说我们的神 是死人有盼望的神 死人有盼望的神 弟兄姐妹 我就更深的去思想 为什么他要讲这个东西呢 他为什么要讲到盼望呢 弟兄姐妹 因为我们不晓得 原来我们的问题很糟很糟 弟兄姐妹 有了这个盼望 你就知道 哇 这个盼望这么伟大 所以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 都不能够影响我们 我们可以继续的走在 上帝所喜悦的道路里面 弟兄姐妹 这个福音 也是 也是 是神的福音 就是那一位死人有盼望的神的福音 阿们 弟兄姐妹 感谢上帝 那弟兄姐妹 世人都知道 这个盼望是很注意的 我特别把这个图片打出来给你们看 这个孩子呢 他很小的时候 因为 因为 因为生病 结果呢 他就 脑神经就受到损伤 就发育不全 所以这个孩子 就 就瘫痪了 瘫痪 可是这个孩子 他 他却 很喜欢运动 这个 这个就是 很困难的事情 一个瘫痪的人 很喜欢运动 你说 这是 多么 可怕的事情 这个父亲呢 就 想办法 帮 带他出去 后来他就知道 他的 后来他的孩子开始 会用那个 用电脑 来表达他的 他就 就是很想要 很想要去参加比赛 那这怎么怎么比赛 比什么赛啊 后来这个爸爸就想一个办法 他 他就 推着他的 这个轮椅呢 就去 就去 就去赛 这是他第一次 第一次出去赛跑 他第一次 这一次出去赛跑完了以后呢 那个是已经 恐怕二十五年 三十年前的事件 他呢 他的儿子呢 就在电脑上就打了 他说 我第一次觉得 他说在 在那个竞赛的过程里面 我第一次觉得 我不是一个残障的孩子 哇 这个父亲 听见以后 哇 他就觉得 他的孩子 还想要这 所以 之后他的 二三四年 他就带着他的孩子 到处 只要有运动 他就带他去 反正铁人 三项运动 什么都 都跑去 反正他就是这样 后来 帝文姐妹 很多的人 就看见他 这样子 对这个孩子的心 就为他做了一个 做了一个 那个铜像 在他的院子里面 做一个铜像 就是他 推着他孩子的 这个铜像 帝文姐妹 有那个记者 就去拜访 去拜访 这个爸爸 就问他说 你为什么 你为什么 愿意一生花 他说 原因是什么呢 他说 他说 我参加比赛 纯粹就是为了 当我们两个一起跑步 游泳 和骑单车的时候 我看到 Rick脸上 露出的那个笑脸 他笑得那么甜美 就好像 哈密瓜的滋味 丁文姐妹 我就看见 这个父亲 为着这个孩子的 希望 他付出一些的代价 我就想到 亲爱的丁文姐妹 我们的上帝 也是这样子 我们的问题 可能比这个 瘫痪的 这个Rick 还要更糟糕 丁文姐妹 感谢上帝 上帝要把 一个美好的 福音告诉我们 美好的好消息 告诉我们 告诉我们说 我不行 我不能 上帝说 我可以 我可以帮助你 我可以帮助你 你说 哎呀 我有很多问题 上帝说 我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我有很多的难处 上帝说 没有关系 我帮助你 我可以让你的难处 我不知道怎么样 能够突破 我突不破 上帝说 我帮助你 可以突破 弟兄姐妹 这就是福音 你有没有需要 突破的地方 你现在有没有一个东西 卡住你的 有没有一些罪 圣经家有一种罪 叫做 容易残累 我们的罪 有没有一直插着你 插着你 让你没有办法 你很受苦 你旁边的人 你很受苦 你根本不知道 你要怎么办 我很想要做好 我就做不好 如果你有好几个孩子 你就会知道 有些孩子就是不行 有些孩子就很厉害 他也不再怎样读书 反正他就泯灭前茅 有些人读了半天 他就是不行 我们需要好消息 我们需要有个盼望 上帝能够成就一切 超过我们所求所想 弟兄姐妹 赵恩基牧师说 你要拥抱盼望 可以活在哪里呢 活在神迹的里面 弟兄姐妹 很多的人都在讲 有盼望明天 有梦最美 是不是 有梦明天就最美 因为明天会更好 是真的吗 弟兄姐妹不是真的 我告诉你 我们之所以能够拥抱盼望 而活在神迹当中 是因为我们的神 是死人有盼望的神 阿们 所以弟兄姐妹 感谢主 这一位神 是死无病为有的神 是叫死人复活的神 而且祂非常的爱你 非常的爱我 祂想要成就一切 超过你所求 所想的 弟兄姐妹 感谢主 一个很有能力的人 但是祂不想要帮你 祂再有能力 与你何干 是吗 乌克兰 乌克兰 那么多人 他不知道怎么办 濒临城下 乌克兰的总统 打电话给所有北大西洋 公约的国家的总统 每一个国家都装容作哑 还有说 好 帮助你 我给你 给你 三千个钢盔 给你三千个帽子 弟兄姐妹 他们没有人愿意帮他 他们有能力 也不愿意帮他 拜登讲得 很大声 但是我们绝对不会出兵 就这样子 所以他们是孤军奋战 怎么可能有盼望 他们在打一场 没有盼望的战争 可是如果 有一个国家 很有能力的 他们就把兵派来了 他说没有问题 我帮助你 那弟兄姐妹 那就不是不一样 弟兄姐妹感谢神 这位 我们之所以能够有盼望 是因为我们有一个 使人有盼望的神 阿们 弟兄姐妹 这是记载在哪里 就记载在罗马书的十五章 但愿那死人有盼望神 因信将诸般的平安喜乐 充满你的心 使你们 大有盼望 弟兄姐妹 感谢上帝 感谢上帝 我读到这里 我就没办法了 我没有办法再想下去了 我就站起来 要赞美我的神 弟兄姐妹 人一生多少的事情 你只有回到神的面前 只有祂 祂说我愿意 不但祂说愿意 而且祂有能力 来帮助我们 所以弟兄姐妹 感谢我们的神 感谢我们的神 其实 罗马书不是只有十五章 才讲的盼望 其实他在 在第五章的时候 就已经讲到 我们要盼望 上帝要使我们 能够盼望上帝的荣耀 第十五章 第四章 就讲到老恋可以生盼望 然后这盼望不至于羞耻 然后八章就告诉我们说 得救是在乎盼望 弟兄姐妹 为什么不说 得救是在乎耶稣呢 那不是就直接讲吗 为什么讲到 得救是在乎盼望 弟兄姐妹 那意思 我们一定要了解 我们的问题 不是很简单的问题 不是我饿得要命 志祥就给我两个馒头 就吃吃就 就OK了 我吃完了又 精神就来了 体力就来了 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 罪要得到赦免 其实还 我们所犯的罪 要得到赦免 说真的 还简单一点 我等一下就会告诉你 我们的问题 不是在外面 不只是外面的 我们是外面有问题 里面也有问题 我们里面的问题 比外面的问题更严重 求主恩待我们 弟兄姐妹 得救是在乎盼望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都在讲到得救 从哪里得救 从罪的刑法里面得救 叫我们可以因性成义 叫我们可以站在这个恩典当中 就是靠着耶稣的血 洗净我们一切的罪 叫我们因性 我们就可以成义 到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就讲到另外一个东西 叫做我们罪的生命 我们这个人里面的问题 我们会 我们不是只是 会犯罪 我们不是会 做不对的事情 我们里面有一个生命 是被罪捆绑的 你根本就没有办法不做的 还有 律法的捆绑 还有什么 肉体的软弱 这些东西 都在哪里 都在耶稣的十字架里面 弟兄姐妹 感谢神 我们来看一下 为什么 我们的问题到底在哪里 为什么讲 得救是在乎盼望 弟兄姐妹 我们盼望什么 因为我们的问题 严重到一个地步 是我们不能够想象的 我今天不讲我们所犯的罪 我们的犯罪 苏安的罪 保罗 洋洋洒洒 写出27种 29种 为什么写得这么清楚 因为让我们知道 一目了然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 弟兄姐妹 感谢神 可是我们的问题 不只是这样 我们是一个 无望的罪人 我必须要知道 你如果不晓得 我们的问题 有多严重 你就不会多感谢 我们的主耶稣的拯救 耶稣不是对西门问他说 他说如果一个人欠五两银子 一个人欠五十两银子 这个主人都是饶恕他 然后哪一个人会比较感谢这个主人 那西门说 当然是那个五十两的 所以耶稣就告诉他说 为什么你 我到你家 你请我去吃饭 你就用 也没有给我洗脚 他说 这个玛利亚 用眼泪 给我洗脚 然后 给我倒香膏 为什么 因为耶稣 对玛利亚 从他身上赶出十二个鬼 所以玛利亚太感谢耶稣 所以他太爱耶稣 为什么 因为他觉得 我是个谁 你对我这么好 拯救了我 所以玛利亚这么的爱耶稣 弟兄姐妹 如果你不知道 我们是 我们比玛利亚更可怕 你就不晓得 为什么 为什么要爱耶稣 了解吗 因为你觉得你还不错 还有人觉得 我信耶稣 是给耶稣一点面子 我们不晓得 我们的问题到哪里 弟兄姐妹 我们要从亚当开始来看 圣经告诉我们说 罪是从一个人录了世界 死又是从罪来的 于是死就临到众人 圣经告诉我们 这一个人是谁呢 这个人是谁啊 谁的影响力这么大 他就是亚当 他犯了罪 他罪是从这个人进来的 然后死就怎么样 跟着来了 死就临到我们所有的人 你说这不公平 我又不是我 弟兄姐妹 没有办法 因为你在这个 亚当的系列里面 死是结束什么 然后从亚当到摩西 死就怎么样 做了王 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 罪过的也在他的什么 犬下 你走得掉吗 你走不掉了 你只要是人 你就是在这个亚当的体系里面 你去追追追追追 追你的祖宗 你可以追十代 二十代三十代 我不知道 你晓得 你的 你的什么 祖宗 是几代 有没有人超过四十代的 有没有 有没有人 我看 大部分人连几代也搞不清楚 其实也不重要 反正呢 最后推上去 推到最后就是亚当 弟兄姐妹 不止这样 有没有看见 然后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都讲到 这一个人 这一个人 这个人到底是做了什么事情 他说他犯罪 他过犯 十九 说 因为这个人怎么样 背腻 弟兄姐妹 我现在要告诉你 我们没有办法 我们生下来就是亚当的后代 我们承拒了亚当的DNA 不是吗 志祥你 我看你的孩子都很高 他为什么这么高 就是DNA嘛 就是这个DNA啊 你以为他有一直运动吗 我不知道 他也应该也比较喜欢运动 但是也有人很喜欢运动 还是不太高的 不是可能比较高一点 但是有限 是不是 就是 你就是有一个限度 你就是没有办法超过 你的DNA 给你的 你就是只有这样子 弟兄姐妹 这个DNA是 一直传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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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 你去医院 马上他就问你 你们家族 有没有癌症的病史 有没有 为什么要查这个东西呢 因为如果 你的DNA里面的 那个这个家族里面 有很多的人 都有这个问题 那你就有怎么样 很可能就有这个问题 他会问你 你爸爸妈妈 有没有糖尿病 是不是 为什么要问这个 因为如果有 那你就怎么样 很可能你就会有 因为那是什么 就是DNA的问题 所以弟兄姐妹 因为这一个人 这一个人 这个人悖逆 这个人到底做了什么 他就是不顺服神 他就悖逆神 结果 有一个东西 就从他里面出去了 神的同在 就离开他 然后有一个东西 就进来 就醉的生命 就进到他的 DNA里面去 所以弟兄姐妹 你知道 这个世界 第一对兄弟 发生什么事情 他哥哥把弟弟 给什么 给杀了 弟兄姐妹 我是觉得要杀人 要很 很才行 怎么有办法 我就拿机关枪 我也 板机也扣不下去 对不对 我没有办法 我自己 要叫我杀一个人 不简单 但是 亚伯到底犯了什么大错 得罪了他的哥哥 以至于他哥哥 这么凶狠 要把他给杀了 只是一个原因 因为他们两个人 去献祭的时候 上帝 接约纳 这个亚伯的 祭物 没有约纳 这个该隐的 祭物 该隐就 变脸 又这样子 他们两个人 是好朋友 一个最高 一个第二高 等一下出去 大家就说 哇 志强 你讲得很好 没有一个人 说你很 你就回去 就拿一个砖头 给他砸下去 你会不会这样做 就是这样子的意思 这么可怕 怎么会这样子 弟兄姐妹 因为 盖影跟 盖影里面 没有一个 悲逆的灵 有个犯罪的神明 不爽 所以志强 常常说 哪有可能 就有可能 就这样子 亚伯就被杀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一件事情 就造成 我们没有办法 我们 我们已经 被 被这个东西 进来 我们就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再 转变 无法再 转变 这个事情 不是 不是 用一个什么 办法 就可以 很简单的 就把它弄 弄过去 我们已经 被污染到 一个地步 不是 只会犯罪 我们之所以 被称为罪人 不是因为我们 犯了罪 所以叫罪人 是因为我们 是罪人 所以我们 才会犯罪 了解吗 所以要 解决这个问题 多么的困难 如果你 企图 想要使你 把自己 改得更好 结果是什么呢 神经就 告诉我们说 你一定是 会失望的 很多的基督徒 因为我只要 多做好一点 这样 我只要 多改变一点点 我就一定会 更讨上帝的喜悦 弟兄姐妹 你就发现 我们根本 就没有办法 圣经里面 有很多的话 我们都是 耶稣说 你要爱 你们的仇敌 我连对面的 那个邻居 我都 没有办法爱 还爱我的仇敌 是不是 说真的 可是那是不是 圣经的话 你做得到吗 八福 上次 我们 那个 昆宏讲十二福 是十二福 你耶稣讲八福 你讲十二福 你比耶稣还厉害 因为他还把旧 加上去 弟兄姐妹 耶稣说 亲心的人有福了 弟兄姐妹 你亲亲吗 说真的 我们根本 就没有办法 我们完全 没有办法 弟兄姐妹 圣经告诉我们 我们是没有希望的 第二个是 宗教 传统的影响 那我们就讲 我如果有一个基督教 我有一个什么宗教 我能够 练一练 我越练越好 弟兄姐妹 我告诉你 宗教都是 劝人为善 但是 能不能改变人的本性 没有办法 保罗就举了一个例子 就叫举犹太人 弟兄姐妹 在我们的本性里面 就是不信 就是不服 我们是一个属灵的 残废的人 现在我们来看 第二个问题是 我们以为 我们透过 中国人讲 利公利得利言 我们不要讲那么多 就讲到宗教 因为圣经里面讲到 有一群的人 他们就是犹太人 你知道他们 多么的特别吗 他们是神所坚决的选民 他们非常强调 我们是亚伯拉人的后裔 保罗就讲 是的 亚伯拉人了不起 他是信心的 信心之父 他非常有信心 他一生跟随上帝 在不可救药的时候 他说 他因为信 他没有因为不信 心里起义祸 反倒因信 心里得到坚固 这个人了不起 所以这些犹太人 非常非常的 我们是亚伯拉人的后裔 是的 这个国家很特别 是上帝的选民 上帝用祂的主权 选择了这个民主 这些人 亚伯拉人的后裔 弟兄姐妹 他们非常非常的在意这个 第二个他们在意的 他们非常引以为荣 是他们的摩西 我们的摩西 带来的是神的律法 我们是有神的 神的话语的 我们是知道 各诸般的礼仪的 弟兄姐妹 保罗也讲 犹太人 第一神的圣言 托付给他 所以旧约 是谁写 透过谁出来的 是透过犹太人 弟兄姐妹 第二个 他说 神 那个儿子的名分 荣耀 诸耶 律法 礼仪兴许 都是他们的 列祖 就是他们的祖宗 可是弟兄姐妹 有用吗 对他们有用吗 能够改变这一群的人吗 我们以为 这些东西 能够翻转我们 你知道 上帝借着犹太人 这个国家 他们的过去 现在 未来 真是一言难尽 但是我们却看见 在神的主权里面 神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让我们看见 是的 你们有伟大的父亲 亚伯拉罕 你们可以拥有 最好的宗教传统 你知道这个宗教传统 多厉害 我们现在隔离 14天 对不对 5000年前 摩西就已经讲了 你如果得到一种病了 你就怎么样 在家里7天 不能出来 然后 7天然后 要去给 祭司查看 祭司说 有问题 再回去 再关7天 所以14天 是谁定的 你知道 不是 不是我们 卫福部定的 是上帝定的 上帝老早就已经 告诉我们这样子 14天如果OK 那你就OK了 所以弟兄姐妹 5000年前 你知道 5000你就知道 摩西的律法 律律典章 不是只有十戒 它的律律典章 何等伟大 所以难怪 犹太人 这么自豪 他讲到 人与人中间的关系 讲到多么的清楚 他讲到女生 每一个月的 就是月经来的时候 要怎样 五天临行就已经定了 就告诉说 他们要怎么样 要休息 所以 生理价 不是谁发明的 上帝老早就已经讲了 弟兄姐妹 多么厉害 是不是 但是弟兄姐妹 上帝 借着这件事情 让我们看见 无论是 这个 就是 这么一件事 你有最好的 最伟大的父亲 最好的传统 宗教的传统 但是这些都没有办法 一丝一毫 带进 你的生命的里面 也就是说 你根本就没有办法 改变你的天性 弟兄姐妹 亚伯罗是多么有信心 亚伯罗是多么的跟随主 他是何等的有福啊 是不是 他是信而顺服的 一个标本 是一个 怎样的一个典范 是不是 但是弟兄姐妹 我们看见 亚伯罗的这一群的家族 他们的特点是什么 悲逆 印着景象 是不是这样 先知不是一直在讲 他会尖点招手 你们没有人要听 犹太人的宗教体系 又是一个何等的体系 它是道德的 伦理的 宗教的标准 但是 弟兄姐妹 这一个 这一些法利赛 守十戒 守到守这个 十分之一 连种的葱 算都要算十分之一 他如果种了十颗 算 有一颗就要拿去 他们是这样遵守的 但是弟兄姐妹 最后他们把耶稣 钉在十字架上 你相信吗 不是最坏的人 把耶稣钉十字架 是那些 所谓很敬虔的那些人 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就看见 我们完全没有希望 连最好的 最好的 连最好的宗教 最有 最伟大的 这个亚伯拉罕的 这个 这个 陆生的子民 都没有办法改变 因为前面这样人 还有希望吗 上帝把这些东西 都摆在我们那边 我们自己的经历 你看这个 犹太人 他们出埃及 上帝用十个神迹 弟兄姐妹 然后他们过红海的时候 可不是眼睛闭起来过红海 他们亲眼经过红海的时候 看见那个水在旁边 立起成雷 这个神迹够大吧 可是弟兄姐妹 他们走进迦南地的时候 他们走在旷野的时候 没有水喝就埋怨 没有东西吃也埋怨 上帝能够把他们带出埃及 难道不能相信 上帝可以供应他们一切的需要 就没有办法 因为我们的本性 就是悖逆的神的 弟兄姐妹 我必须要讲得这么重 我不是说你怎样 我怎样 我说我们的本性里面 没有一个丝毫顺服神的 那个意念 因为我们的DNA 也从亚当来的DNA 都已经被挂在那个地方去 亲爱的弟兄姐妹 感谢主 即便这样子 我们的神并没有放弃 我们 神爱世人 甚至将祂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祂的不治灭亡 凡得永生 弟兄姐妹 感谢神 上帝永远不放弃我们 永远不放弃我们 弟兄姐妹 因为我们没有时间 所以弟兄姐妹感谢主 一个永不放弃我们的神 祂就差遣祂的独生儿子 来到地上 弟兄姐妹 我今天要回到十字架 十字架 永远是我的夸耀 不但是今生是我的夸耀 到永世也是我的夸耀 我靠什么东西 我今生靠十字架的拯救 我到永恒里面还是靠十字架 这不是很奇怪 到永恒还要十字架吗 我跟你们讲过 我们的DNA已经这样子了 所以为什么告诉我们说 十字架是唯一的救法 弟兄姐妹 感谢上帝的恩典 在最绝望之处有了盼望 这叫做好消息 解决的办法就是福音 弟兄姐妹 我们若知道 我们是无可救药 所以最后 保罗在他年迈的时候 他写的最后一封信 就是提摩太后寿 他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 我以前读到那里我就觉得 保罗就有一点点 反正有点夸大 他怎么会是罪人中的罪魁 他至少比很多人好一点 可是保罗不说 我是一个罪人 跟你们一样 他说我是罪人中的什么 罪魁 弟兄姐妹 为什么 因为他太知道 他的问题 是无可救药 而上帝把他救出来 所以他说 我一生只有做一件事 就是把这个好消息 告诉每一个人 叫我们可以得到 这个拯救的盼望 弟兄姐妹 这个落差越大 盼望就越重要 是不是 弟兄姐妹 你看见 这个图你们知道吗 这是在几年前 在叙利亚 在战争的时候 这个孩子 被送到一个 反正爸爸妈妈 不知道在哪里 这个是一个难民营 他太想有一个妈妈 可是妈妈不在哪里 他就画一个 然后躺在那边 就睡着了 结果这个图 竟然被人家排下来 弟兄姐妹 对他来讲 如果有一个人 跟他这样讲说 小妹妹 没有关系 你妈妈在门口 在门口 在门口 那是不是一个 很大的消息 对他来讲 弟兄姐妹 昨天 同工 中午 就讲 告诉我说 今天要吃麦当劳 因为麦当劳 有减价 很棒 很棒 我已经三个月 没有吃麦当劳 也是一个好消息 是不是 但是说真的 如果我没有吃 会不会 很糟糕 怎么会没有吃到 不会的 但是我真的很爱吃 我昨天晚上 讲完到我又去吃了 我的意思是说 这个 对这个小女孩的 盼望 跟我对麦当劳的盼望 这个是 不能跟我相比的 了解吗 亲爱的弟兄姐妹 感谢主 神的福音就是 就是那一位 叫我们有盼望的 神的福音 了解吗 弟兄姐妹 感谢神 这是我把他 做出来的一个 那上帝怎么做呢 弟兄姐妹 就从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就讲 这个 我 我 我这个 东西 很糟糕 因为我 我把那个东西 挡住了 弄不下来 有没有办法 把它弄下来 就是把那个 我已经与基督同地 实际 那个 有没有办法 因为这样 一挡 挡下来 就没有了 我 我忘记 做一个 一个 一个步骤 最后 把它 才能够 才放上去 这个就是 弟兄姐妹 你别小看 这一个 小小的 一个 这个需要用 两个钟头的时间 才有办法讲完 但是弟兄姐妹 没有关系 我告诉主 说主 这个不就是 罗马书 最重要的 一部分的信息 主告诉我说 没有关系 你把最高的告诉他们 他们就可以领受 这里面的 所有一切 你怎么讲 都讲不清楚的 东西 弟兄姐妹 感谢主 本于信 以至于信 福音本是 神的大能 教一切 相信的他们 这信是 因 这信 是本于信 也因 然后这样 因者信 以至于信 本于信 以至于信 弟兄姐妹 第一个信就是接受 耶稣基督 十字架的救恩 第二个信 进入第二个信 就是接受 十字架的救法 救恩跟救法 是两件事情 救恩就是 耶稣已经代替我 死在十字架上 祂所流的血 洗净我一切的罪 弟兄姐妹 从那一天开始 耶稣成为 你的晚回忌 我们怎么样得到 就是凭着 耶稣的保血 也借着什么 人的心 所以你一定要相信 这个就是变成 你的 耶稣的血 就洗尽 以至的罪 结果是什么呢 你就站在 这个恩典的当中 弟兄姐妹 太好了 我们本来是 与神为仇的 现在呢 我们与神和好 最后我们还可以 与神为乐 弟兄姐妹 整个关系 完全不改变 弟兄姐妹 可是大多数的基督徒 只有停在这里 下面的呢 没有人讲过这个 我相信你在教会 十年 二十年 你也听不到 这一件事 就是要接受 十字架的救法 救恩就是 祂代替你 可是 弟兄姐妹 十字架的救法 就是 祂代表你 代表你 因为你需要 脱离罪的辖制 你需要脱离 律法的捆绑 你需要脱离 肉体的 软弱 那这个东西 就是你的DNA了 那怎么办 我告诉你 很简单 你就死了 就没有了 DNA就停止 运作了 对不对 弟兄姐妹 但是我们怎么死呢 我死了不就完了吗 所以你不用死 耶稣怎么样 代表你死 祂死就代表你死 就这么简单 你说这个很难想 弟兄姐妹 不用想 因为这一切的事情 在什么时候完成的 在创世以前 羔羊就已经被杀了 所以十字架 不是因为人犯罪以后 才有的 人犯罪 这件事不是 就是上帝 没有弄好 结果发生一个意外 就是现在来 补救 不是的 神是全知的神 祂老早就知道 我们人会搞砸了 搞砸 而且搞得很糟糕的砸 而且这一砸很可怕 可是在创世以前 上帝就已经决定了 一个办法 所以弟兄姐妹 十字架不是两千年前 发生的那一件事 十字架的救赎 老早在 创世以前 就已经出来 我因为没有时间了 弟兄姐妹 所以什么叫做代表呢 就是让耶稣来代替 你考试 怎么考都考不赢 你怎么考都是 考不到 考不及格 但老师说 你不用了 我带你下了 你就会怎么样 你就会一百分 对不对 你不行 耶稣说我行 让我替你代表你写 我写一百分 你们通通都是一百分 就这样 弟兄姐妹 就这么简单 你认同他 耶稣在 十字架的救恩 是他来认同我们 代替我们的罪 被钉在十字架上 现在 你要做一件事情 认同耶稣的死 我已经死了 弟兄姐妹 感谢神 所以在 在菲利比书 二章二十节 我们一起来读说 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 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 他是爱我 为我舍己 弟兄姐妹 我已经 已经是什么意思 已经 已经做过 已经完成了 是不是 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 所以 你现在只有 不断不断的宣告 不断不断的宣告 这一个 这一句话 保罗的秘诀 保罗在 在菲利比书里面讲说 他说我已经得到那个秘诀 我知道怎么样 处丰盛 我也知道怎么样处备见 谁是谁在 我都得了秘诀 弟兄姐妹 他得了什么秘诀 菲利比书他没有讲 那个秘诀在哪里 就在加拿太书二章二十节 因为保罗已经讲过 加拿太书是他之前写的 所以菲利比的人 都知道这件事情 弟兄姐妹 你要得胜吗 你要脱离 罪的捆绑吗 你要脱离 那个律法的控告吗 你要脱离你肉体的软弱吗 弟兄姐妹 没有办法 只有一件事情 不断的宣告 我已经以基督同定十字架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亲爱的弟兄姐妹 上帝的救法 就是这里有这一个 没有别条路 很多人 要去做一致释放 我不是说一致释放有什么问题 可是一致释放的根基在哪里 根基在这里 你要得一致 得释放 只有一件事 只有靠着耶稣十字架的工作 你要接受耶稣的救法 你走别的路 你永远不能得到释放 弟兄姐妹得释放 也不一定就可以了 你还需要有另外一个东西 来 各位朋友过来 把你绑起来 我做一件 这叫捆绑 对不对 捆绑不是这个意思 就是把它绑起来 就是捆绑 所以当他被捆绑的时候 我现在叫他 举手 你应该要 现在是举手的时候 你就要举手 举不起来 他就没有办法 是不是 但是弟兄姐妹感谢主 感谢主 当我们信了耶稣以后 耶稣就释放我们 了解吗 释放我们 当他释放我们的时候 他说 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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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可以举起来 但是弟兄姐妹 那我们信了耶稣 为什么还那么多的软弱呢 为什么 因为圣灵 因为我们 要举手的时候 我已经被捆了这么多年了 我大概是不可能的 我绝对没有办法不发脾气的 我一定会发脾气 所以 我就是继续发脾气 所以基督徒就一直的 在一个很大的 冲突的里面 弟兄姐妹 你就会说 我就是胜不过 可是你不晓得 那个绑你的绳子已经怎么样 已经弄掉 所以呢 我们就要开始 上帝就给我们另外一个东西 我透过我的 我不讲我的PPT了 因为没有时间了 我就告诉你们 很重要的一个是 到了第八章 他告诉我们说 他说 在基督耶稣里面 就不再定罪 那说 自生命圣灵的律 在基督耶稣里面 已经释放了我们 弟兄姐妹 感谢主 还有一个东西 你需要得到 圣灵的大能 弟兄姐妹 圣灵的大能 进来的时候 你就开始有一个力量 叫你能够突破 你过去的经历 你就可以站起来 弟兄姐妹 圣灵给我们什么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必得着什么 能力 弟兄姐妹 这个能力 当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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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章八节 讲的那个是这样 传福音的 但是那个能力 不是只有传福音 就是 弟兄姐妹 这个 这个能力就是 福音的能力 弟兄姐妹 福音的能力 有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 释放的能力 只要你能够走 你过去 你能够 过去你做不到的事情 现在能够做得到 弟兄姐妹 如果你被捆绑 我告诉你是没有办法 你要怎么样学 什么样都 都没有办法的 可是 right now 现在是可以的 为什么 因为你已经被绑 被松绑 只是因为 你我们太习惯 被绑住了 所以我们认为 我们是不可能的 你已经在心思意念里面 你已经承认 你是不可能的 所以你就永远不可能 不是你不可能 而是你不愿意 去尝试 所以弟兄姐妹 为什么叫做盼望 因为 不是一下子就可以了 你要非常非常的 得到 很多很多的启示 你才知道 原来 我现在我生命里面的DNA 已经不是我的DNA 是耶稣的DNA了 因为那个 我原来亚当里面的DNA 已经在十字架上 跟耶稣已经定死了 就是这样子 哇 弟兄姐妹 感谢主 好了 不用一直举 太辛苦了 弟兄姐妹 感谢主 最后 就是叫我们得到 那个荣耀 最亲爱的弟兄姐妹 感谢主 十字架 十字架 永远是我的夸耀 祂带着我们 越过时间 越过耶稣的时代 越过 大卫 越过摩西 甚至 越过亚当 进到永恒的里面 上帝 决定了一件事情 决定什么事情 就是预先所知道的人 跟我一起读好不好 预先所知道的人 就预先定下 磨成他儿子的磨焰 儿子 在许多弟兄中 做长子 预先所定下的人 又召他们来 所召来的人 又称他们为义 所称为义的人 又叫他们 弟兄姐妹 你知道 这个预先 是什么时候预先 是什么时候预先 在创世的时候 就预先 所以弟兄姐妹 十字架 把我们带回到 那个时候 带回到神 原来对你的计划 弟兄姐妹 这是太不能够想象 我根本是在 1953年出生的 可是这边 告诉我们 在创世以前 我根本都还没有出生 怎么就 就会跟这件事情 有关系呢 弟兄姐妹 感谢主 我生下来 我就是一个罪人 现在借着十字架 把我一直带带带 带回到哪里 带回到 创世之前 我才知道 原来 我被捆绑这么多年 因为我不知道 我生下来就是一个王 我生下来就是 上帝所预定的 弟兄姐妹 这个预定 这个预先 是用过去简单式 在希腊文 就是用过去简单式 就是说 在那个时候 就已经成全了 弟兄姐妹 感谢主 三十节 也是讲预先 然后预先 然后就招他们了 说招来的人 又称他们为一 最后 就是要叫他们得荣耀 弟兄姐妹 这几个动词 通通都是 简单过去事 弟兄姐妹 你生下来就是这样 你生下来 你的命定就是荣耀 但弟兄姐妹 因为我们经历了 太多的困难 我们经历了罪 当中 都带给我们的损伤 我们没有办法 我们信 但是我承认 我信跟那个爸爸讲的一样 我信 我信 但我信不足 求主什么 帮助 弟兄姐妹 圣灵会启示你 求主恩待我们 把你的心放在上帝的面前 寻求祂 祂会告诉你 所以弟兄姐妹 为什么需要盼望 因为不是一下子就可以弄好 不是一下子 一下子弄好就OK了 但是 不是一下子可以弄好 可能一辈子也 还不一定弄得好 那还有感谢主 还有勇士 弟兄姐妹 所以上帝现在 在你生命里面做什么 就是28节 我晓得万事都怎么样 互相的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这个爱神的人 不是 我刚才讲说 我都要听上帝 我都问我 弟兄姐妹 这边告诉我们说 谁是听上帝人 谁是爱神的人 上面说什么 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 所以弟兄姐妹 谁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 就是当传道人 或有人跟你传福音说 你要不要信耶稣 你说我要 你就变成什么 按他旨意被招的人 所以弟兄姐妹 你说我现在最近都是很悲逆 我告诉你 你很悲逆 你也是一个 按他旨意被招的人 所以呢 每一件事临到你身上 都是什么 有益处的 这样了解吗 太伟大的 弟兄姐妹 十字架不但把我们 带到永恒的之前 创始以前 又把我们带到 这个世代永恒的 最后的结局 就是弟兄姐妹 实现上帝的计划 叫我们每一个人 都向主耶稣 弟兄姐妹 向主耶稣有什么 有什么好处 向主耶稣有什么益处 向主耶稣又怎样 弟兄姐妹 你不要忘记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他是谁 他是神的儿子 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 他是神荣耀 所发的光辉 是神本体的真相 我虽然讲这个 你还是搞不清楚 因为 都已经超越了 我们所能够理解 我们需要圣灵 启示我们 我们需要圣灵 启示我们 为什么礼拜天 你要来讲 你要来听到 因为你需要 去听 得到启示的人 告诉你 圣灵 当我在讲的时候 我说 主啊 太深了 是不是讲一些 比较简单的 圣灵告诉我说 不要担心 你尽管讲 圣灵会做 伟大的事 在你的心里面 你会被一个东西吸引 你会开始过 不一样的基督徒生活 你会发现 你平常所遭遇的 这些事情 都不再能困扰你 因为你活在 永恒的里面 你如果活在 这个时刻 你就会很多 很多的问题 你就沉出不同 弟兄姐妹 魔鬼就要把你 卡在这个地方 别忘记 我们是属永恒的 在创世以前 我已经被拣选了 我在时间的里面 圣灵就要做 奇妙的事情 我们有软弱 上帝不知道吗 所以他告诉我们说 圣灵 会用说不出了的叹息 为我们祷告 所以你连祷告都不用了 那你就是 享受 神的伟大的计划 弟兄姐妹 感谢神 这是我第一次 对十字架 有这么深的感受 十字架 十字架 永远是我的夸耀 不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木头架子吗 它代表什么 代表神永恒的计划 在你我的身上 实现的时候 这就叫信心 你信什么 就信 耶稣十字架的救法 是信 耶稣基督的救恩 十字架的救恩 弟兄姐妹 这个信心的基础 把你拱起来 你可以成为神的儿女 什么都不能打倒你 弟兄姐妹 感谢主 基督这样 基督怎样呢 就是刚才我讲的 下面说 四个谁能 我们一起来读 我们就结束 谁能抵挡我们呢 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 谁能定他们的罪呢 谁能叫我 使我们以基督的爱隔绝呢 既是这样 就是既是 我刚才 我所跟你们分享的 弟兄姐妹 谁也不能把你打倒 谁也不能把你 从神的手中夺去 谁都不能控告你 你 我就是再坏 我也是神的儿女 不是吗 自强你儿子如果很矮 他还是你儿子 对不对 不是因为他高低的问题 他就是我生的 他就是我儿子 弟兄姐妹 你知道 可是魔鬼就不断地控告你 控告你 你怎么样怎么样 我是不是这样 我是上帝的 弟兄姐妹 谁能够打倒你 没有人 如果我们还有摇晃 只有一个原因 我们不晓得十字架 伟大的救恩 我们不晓得十字架 伟大的救法 阿们 我们一起站起来 我们就祷告 我们要结束 好不好 弟兄姐妹 我们同声开口祷告 求圣灵把智慧和启示的灵 赏给我们 让我们能够看见 勇士里面那个荣耀 那个伟大 弟兄姐妹 你不是属于时间里面 我们是属于永恒的 我们是属于天国的 求上帝安待我们 让我们的眼睛被打开 看见那永恒的事 看见上帝伟大的计划 我们就会完全不一样 好不好 我们同声开口祷告 就一分钟就好了 天父上帝 我们祷告 仰望在你面前